中国这些年发展的越来越快,遍地事件的机会,也吸引了很多非洲人过来发展,其实除了外交之外,也有非洲艺人来中国的娱乐圈发展,而且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喜爱,比如好哥好弟这两位亲兄弟。 近日,非洲歌手好哥空降于林,与于林市民共同开启,弘扬国是文化品读经典名著,明星分数仪式,好哥看上去十分开心,他说,我太爱中国了,因为他热爱中国,所以中国人也喜欢他。 如今他在中国的事业是越来越好了,好哥出生于尼治利亚,五岁的他就在教堂里唱歌,后来自学了钢琴贝斯,1996年,他得到了一本航天机械师的工作,但钟情音乐的他依然选择放弃,从而走上了歌手这条路。 2002年,好哥来到了中国发展,在朋友的介绍下,在郑州一家酒吧做助唱歌手,然后遇见了他的伯乐,中国著名的音乐人刘欢。 次年,好哥被刘欢工作室签下,成为工作室旗下的歌手。 2006年,好哥参加新光大到一举度下冠军和总决赛亚军,他也因此在中国一炮而鸿, 成名意味着具备一定的商业价值。 好哥经常开始参加一些综艺节目,而他卖萌耍宝的风格很是受中国观众的喜欢,目前他的出厂费已经有16万元,对于很多一些明星来说,这可能只是他们的领头,但好哥对形状很满足。 好哥在中国发展得很不错,于是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好弟也来。 中国发展,好弟也是歌手。 不过他并没有签下刘花的工作室下面,而是签给了五周唱响乐团。 好弟是进美国美女唐伯虎之后,被五周唱响乐团力捧的另一位老外。 好弟2011年参加新光大到的时候也拿下了一月份的冠军。 毕福建曾对他赞不绝口,目前好弟的出厂费高达六到八万。 不过好哥好弟虽然是亲兄弟,在中国却从未同台也出过,外界一直有兄弟不和的传闻。 好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,不和哥哥同台,是因为哥哥的水平太高了。 相比好哥,好弟的出镜率确实没那么高,其实生活中的好弟是个宅男,工作之外的其他时间,他就会宅在家里听歌和练歌。 非但如此,好弟还是一个抢信用和孝顺的好孩子。 于欣曾经说过,好弟曾在捉襟肩肘的时候向他借过钱,但是他非常守信用,一用钱就立即还给于欣,而且他还很孝顺。 每个月都会给父母继加油,来中国几年后,好弟的中文水平进步省速,如今不但普通话流利,而且还能唱京剧,宽曲,黄梅戏的。 好弟说,因为外国明星想在中国红不容易,他说每次上台,钱,都会告诫自己别忘死,别跑掉,所谓一分更云一分收获,没有谁的成功是随随便便就得来的。 好弟来中国几年后,交了个女朋友,女朋友是中国银川人,他说有和女友结婚的打算,已经见过女朋友的家长。 如今兄弟俩不但在中国蒙得了一席之的,还打算在此安家乐业,爱情实业双丰收,人家赢家啊。